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不像旧人 我是小晨 蓝莓是常见的家庭盆栽果树之一 将这一代养护的蓝莓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开花的阶段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养护方法 让蓝莓尽量多开花 多开优质的花 蓝莓就能多结果了 蓝莓的花芽 一般在上一年的七八月份就形成了 也就是一般在五六月份它的果气结束之后 我们修剪掉一些细落脂和当年结果果实的枝条 那给它补充养分之后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花芽分化的阶段 那为下一年的开花结果做准备 那现在呢已经是三月初了 将这一代的蓝莓呢 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尽量让这个芽点长得更加壮实 因为啊它每一个芽点都能分化出一串花苞 芽点长得越壮实 开出来的花朵质量呢也会越好 蓝莓的花芽呢一般在枝条的中上部分 花芽呈现一个软圆形比较肥大 像顶上的这些啊都是它的花芽 它从一个花芽裂变成这样一串 那一般呢有5到12个花苞 然后这一串呢就会慢慢的变大 变成一串白色的花苞 那想要每个花芽都分化出一串合格的花苞 有机肥啊浅埋在盆土表面 那经历了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之后呢 现在春季啊我们可以再追尸一次 华氏肥或者是有机肥 给它呢浅埋在盆土表面 注意呢不用给的太多 然后呢给一点蛋磷甲均衡的复合肥 或者是果蔬型的肥料 一般半个月左右给上一次 每次在盆土表面撒上一些就可以了 注意啊薄肥其实千万不能兴解 这个复合肥不能给多 否则是很容易引起肥害的就会前功尽弃了 那等这个花苞都分化好了 长出来之后呢还需要给它增丝零甲肥 每次浇水的时候 我们给它混合一点零酸二七甲 一比一千的比例 那有利于提高它的结果率 在蓝莓快速生长的阶段 水分充足供应也是很重要的 不能像冬季一样等盆土完全干了 再给它浇水 现在呢等这个盆土表面干了 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浇河浇通 还有就是江浙一带 春雨呢是比较丰富的 那盆栽如果是史外养护的 我们可以给它适当的淋雨 只要注意避免积水呢就可以了 一场春雨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蓝莓盆栽又变样了 长适起了 最后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蓝莓的花朵它像一个铃铛 口呢是朝下的 人工兽粉会比较最难 虽然呢现在很多品种都可以自花兽粉 但小镇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做 两颗级以上的蓝莓盆栽 这样子能大大的提高结果率 今天呢关于蓝莓盆栽